那先請問委員 因為陳時中批評你說 最晚到內湖勘災 結果自己被發現是違規超速 議員徐曉鮮說這回憶力標要七倍緩回去 您怎麼看 其實我想在趕時間 我還是必須要注意到安全 那特別是在下大雨的時候 更要注意交通安全 那賴清德副總統 在之前也才參加了交通安全院的記者會 所以我想在副總統 他宣導交通安全重要性的時候 陳時中他卻連續違規 這其實真的不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幫我們說一下有關於內湖勘災 因為現在是被警方認定是有違規 那這個部分能不能幫我們說明一下 以及警方上前盤查 到底跟司機說了些什麼 我說這個事情我是不知道 我沒有注意到 但是我想既然認定是違規 那繳納罰單認錯 這都是應該的 副總會對於違規這件事情來道歉嗎 會啊當然我剛才講過 當然就有違規就該道歉 那罰單來我們就立刻繳清 因為他們有說那個內湖的警方 其實是有帶密錄器的時候 密錄器但是遇到您盤查 您就沒有打開 被質疑是不是遇到時鐘就轉彎了 沒有人來盤查我 倒是沒有人來盤查我 可能是對司機吧 那可能我已經下去在外面看了 所以大概不會我們還是強調 有違規就該認錯 那罰金就該立刻去繳 副總會創紅燈到這個穿皮鞋被擠 會不會覺得貪災政治所蠻難拿捏的 第一個如果有創紅燈那真的是不對 我想可能在雨天或趕時間 我想無論什麼理由都是不對 創紅燈都不對 那至於穿皮鞋 人家說穿皮鞋是為了就是說 你不敢撩下去 對不對 那我們都沒有什麼問題 任何地方該撩的就撩下去 那如果真的是在穿皮鞋很不方便 那蹲車腳也是沒問題 那天王孝偉就蹲車腳 對啊 那適合為什麼團隊要把那個照片有修復 就故意剪掉腳的那一塊 這部分您知情還是 這我是不知情 不過我相信他們是為了就是說 因為是勘災 而不是不要讓他膠臉模糊吧 我相信是這樣 今天早上呢 我已經發函給警察局 也傳訊息給警察局長 正式的要求他們 比照徐巧心模式 公佈被警方攔車的時候 的這個密錄器的畫面 那稍早呢 警察局來回覆 告訴我說呢 雖然有攔下車子 針對闖紅燈的部分 那也搖下了車窗 跟駕駛都有對話 可是員警當下並沒有打開密錄器 所以無法提供密錄器 相關的畫面 那我也詢問 怎麼天底下 會有這麼巧的事情 員警一般來說 在知情期間 都會打開密錄器 尤其是有事情發生 比方說攔下車子 搖下對方車窗的時候 但是天下就是有這麼巧的事情 碰到了陳時中的車子 密錄器就剛好沒有開啟 今年民進黨會大敗 民進黨作惡多端 倒行逆施 還有一些 腦筋不清楚的支持者 他們一直認為 民進黨可以帶領台灣人民 但是你知道嗎 李延哲這麼說 他說啊 民進黨的墮落 民進黨的貪腐 比國民黨更嚴重啦 我希望民進黨的支持者 要聰明一點 不好的政黨 貪腐的政黨 要換下來好不好 不要再支持民進黨啦 各位 古老共町 神夢大家 四十年前 對我國的起始 三十年前對我國的起始 我帶來表示 生意樂福的感謝 感謝大家 因為有直播啦 我講一下 請多年湯 所以我用國語講好嗎 可以 現在國語大家都聽得懂 好 謝謝各位 我選舉啊 已經看了三四十年 我常常我在那個網路的那個媒體 請訪問我 我說今年啊 民進黨會大敗 會潰敗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是天意 他給他信什麼 有信神嗎 相信哦 為什麼是天意 我跟各位報告好嗎 民進黨作惡多端 倒行逆施 我跟各位報告 桃園市 要選市長的 登記提名的 有我們南區的 彭少錦博士 有北區的 鄭寶慶博士 也有黃祖文的兒子 海南大學的副校長 還有一個就是 鄭佑婆 各位鄉親 為什麼要從 新竹找一個 學士 碩士來 桃園 聽名他 來 來那個 徵召他 結果證實說 這個碩士 是 假碩士 不但是假碩士 結果新竹棒球場 比賽棒球 修理棒球場 從3億到12億 結果一個比賽 球員都受傷要去開刀 這個五軍級的市長林志堅 就將掉落神壇 來提名的人 真道的人 創小的一個 創魔好的一個 各位 這是不是天意 是 這是不是天意 是 再來 鄭文燦 在桃園 大家都說他是善才同志 對不對 對 大家有得到他的好處 說鄭文燦啊 很多的建設 但是莫名其妙 一個三級地震 就把他的那個運動中心震垮了 你要不要天氣 三級地震 我們桃園市沒有一個家庭垮掉 既然花那12億的運動中心 垮掉 從那個時候開始 大家開始懷疑鄭文燦 你花那麼多錢 你建設那麼多 結果一場 每一個運動中心都有問題 我們桃園人 我們桃園人 開始想清楚了 你這個善才同志 把我們的桃園的負債 達到快一千五百億 各位相信啊 這個善才同志很混蛋耶 你知道嗎 他知道現在沒有錢啊 他要找一個人來擦屁股 找誰 找一個可以聽話的 林志堅 林志堅垮掉了 要找誰 找正用逢 我說啊 你現在剩下兩個月的任期 好好回去善後 不然以後沒有人替你擦屁股 要做什麼 要打他的屁股好不好 好 打屁股好不好 好 你要花錢 好 這樣沒有關係 我再跟各位報告 他很混蛋耶 他既然都沒有錢啊 他從第二任開始 當選以後 他知道他不用再嫌疑了 你知道嗎 他既然去扣老人年金啊 或者老人的三節禮金 從兩千五百塊 降到兩千塊 這樣一年啊 才兩三億而已 他既然滅著良心 來扣我們老人家的錢 各位 在座的一個老人家 拜託你回去跟大家講 像這樣有數字啊 不要打分題 有的好嗎 好 好 好 怎麼可以扣老人的錢 當然 各位 我們在講 大家知道我說天意啊 鄭文燦的五星級市長 因為那個地震已經破空了 他再也不是五星級的市長 他可能會做什麼 他要下任以後 剛剛那個那個 我們的辦縣長說 他有可能貪污啊 他做那麼多 有工程都有問題啊 他可能要去哪裡 坐牢 像水一樣 像沉水瓶一樣啊 好不好 好 各位鄉親 我再跟各位講 我說民進黨啊 還有一些 一些根本腦筋不清楚的支持者 他們一直認為 民進黨可以帶領台灣人民 可以建設台灣 十年 二十年到一百年 各位鄉親 這是台灣人的希望 為什麼台灣人會支持民進黨 大家說 民進黨是台灣人的政黨 國民黨是外來政權 但是你知道嗎 前幾天 那個諾貝爾獎的得主 是誰大家知道嗎 李遠哲 李遠哲怎麼說 李遠哲在民進黨 把他當作神 他是所有 國社顧問的總團長 你知道他怎麼說 他說啊 民進黨的墮落 民進黨的貪腐 比國民黨更嚴重啦 各位鄉親 貪污就算啦 他問小英 說二零五零年以後 我們的那個減判要怎麼辦 你知道小英怎麼說 小英說我二零二十就下台 我才不管你台灣怎麼樣 各位鄉親啊 二零二十年下台 台灣人寄望他 把希望盡頭帶民進黨 希望可以帶領台灣 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到一百年 這個夢破碎了 我希望民進黨的支持者 要聰明一點 不好的政黨 貪污的政黨要怎麼樣 要換下來好不好 好 不要再支持民進黨 我再講 寶欣先生啊 我為什麼支持他 我看到他的政見 是城市的CEO 什麼叫CEO 大家知道嗎 CEO就是 企業家的那個企業公司 大公司的 桃園 鄭寶欣的 台園經驗 讓累積 虧損累累的 台園 三個月以後 開始賺錢 讓台園的員工 從年中獎金 達到 十六個月 到二十個月 這就是有能力的表現 他跟我說 他是城市的CEO 城市CEO做什麼 就是來做桃園市的市長 要做什麼 要來幫桃園市賺錢 賺錢給誰 賺錢來 這個錢 用政府的錢 能力法律規定的 賺錢來給年輕人 買不起房子的人 給他做什麼 給他第一期的反向 我們政府來扛 各位鄉親啊 有這麼好的政府嗎 為什麼這些笨蛋市長 都不會做 因為他們沒有 CEO的經驗啦 鄭寶欣說 他當前市長 要來扛年輕人的貸款 我說啊 年輕人的頭席款 只是錢的一部分 還有剩下很多錢 做什麼 做社會福利 好不好 好 這保證說 老年人過年給你一萬塊 以後這個錢 增加不只一萬塊 兩萬塊也可以達到 知道嗎 我說很多這個笨蛋市長做什麼 他只想到做沒有錢啊 他不會去賺錢 他做什麼 他想設計一些什麼叫做科技執法 大家知道科技執法是什麼嗎 知道嗎 知道嗎 來剩下你太多錢啊 在紅綠燈 設一個那個照相機 你一不小心就罰九百到三千六啊 各位鄉親 你願意錢給政府去罰嗎 不願意 願意嗎 不願意 不願意 不願意的人 好不好 拜託不願意的人 支持誰 鄭老千 這聲聲聲老千 我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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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土圓人啊 不必睡醒一下好不好 哦 國民黨 從台北找來一個叫做張善政 桃園長得怎樣 他不知道 民進黨 從台北找一個鄭用鵬 鄭用鵬我今天我可以跟你保證 他在歸山如族的選票啊 一定會很低很低 會輸得很慘 因為他當六年的 爐竹歸山的立法委員 沒有人認識他 有百姓拜託他 他的信件 石沉大海 從來不回信的啦 都是沾江 蔡打掉到民間 大家罵 你說大家罵他還會有票嗎 不會 不可能嘛 他鄭文燦找一個這種人來 貌視桃園民意的人來 要選市長 為了什麼 為了幫他擦屁股啦 答對 各位相信 像這樣的人 我們把他趕下去 不要讓他當市長 不要選他 讓誰來當市長 讓鄭保金當市長 要拿什麼 要拿藤條好嗎 拿藤條打他的鼻鼓 把他徹查他的貪污案 把他抓去哪裡 把他抓去管啦好嗎 好 好 因為時間在管的 不要說什麼好嗎 還有機會 我在這邊 跟各位保證 只要大家肯投票給鄭保慶 鄭保慶一定當選 鄭保慶一定會為那個年輕人 買不起房子的人 付投機款好不好 好 一定會給老人家 過年給你一萬塊的紅包 會給所有吃不許營養午餐的學生 營養午餐全部給你吃 這可以嗎 可以 好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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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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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